上班上学的时候 曾经仔细看一看 通行路上所经过的桥梁吗 他们静静地陪伴着往来的人们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岁月的痕迹也渐渐地 刻画在桥梁的结构上 它当然会慢慢老化 你就要去补墙维修 再把它提升上来 其实有一个界限 所以这个维修为什么重要 这个就跟人也要保养 也要看病 你一直要这样这样 它身体才会一直好 不然的话你都没有 一下子它就下去了 当桥梁步入老年 他们等待的是多一些关心 多一些照顾 等待未雨绸缪 我们现在在这边 那我们等一下就检查这个区域 看有没有什么裂缝 对 我们就先看一下 这四周有没有什么问题 检测人员所在的位置 是中山高速公路 圆山桥香梁内部的一个乡室 整座圆山桥 这样的乡室有两百多个 这边有条裂缝 来 看先记起来 回去再跟比对一下 以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跟现在有没有什么差距 那你等一下记得把它拍下来 这些乡室平时是密闭的 需要进行桥梁检测的时候 检测人员会事先开启通风设备 确保空气流通 这密密空间有密密空间的规定 那我们像我现在随身带的 这个叫气体侦测器 那这是有毒 侦测如果这个密密空间里面 是有毒的气体的时候呢 它就会叫 我们检测呢 最主要是要去看看桥梁的裂缝 如果是0.3mm以上的话 我们就会特别关注 桥梁的主要的大梁结构呢 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这有一条小小的裂缝 可是应该很细 应该没什么问题 拿着手电筒沿着墙面仔细检查 有裂缝就拍照 完成一个乡室再爬往另一个乡室 厢梁内部不是每个乡室都有照明设备 大部分是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工作 往桥板与桥板连接的脚接点前进 空间越来越少 人已经站不直 只能半蹲着往前走 这个中央脚接点的地方 看起来状况还不错 检测的结果 桥检人员会上传到高工局的桥梁管理系统 圆山桥的主桥长度有671公尺 完成检查需要四个工作天 它的优点是说桥梁的每个构建都可以很详细地列出来 那我们检查过来什么桥梁什么构建都有可以 都可以相对的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检查到哪一个 然后完成度 那相对的缺点的话呢 它就会增长我们增加我们检测人员的时间 1977年完工通车的圆山桥采用当时最新颖的技术 跨境达到150公尺 依据高工局的资料 比照那时候全世界同类型的工程当中 圆山桥是非常少有的巨大工程 当时它采用常驻悬辈工法 那这个工法在当时是非常先进一个工法 难度都很高 因为它终究要跨越基隆了 现在每天有20万辆以上的车次经过 是高速公路在大台北地区最重要的桥梁 大部分的桥梁是两年进行一次定期检测 圆山桥的检测频率比一般桥梁还要高 以高工局来讲的话呢 我们一年会有定期检测 有平时检测 也会有特别的检测 但是这座当时采用先进工法兴建的桥梁在通车第二年 1978年就出现缴接点呈线的问题 1998年4月累积呈线量已经达到62.9公分 因为你垂下去 这边那个混泥土就会被拉 上面会被拉 下面压 混泥土就会裂 交通部的资料 那个报告里面 他们其实在14年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这个地方的脑度 就达到63公分 原来设计是21 就是三倍 它其实就是一直还在走 通车14年 现在42年 又走了28年 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技术 或者没有那么先进 没有那么大的经验 那也或许是 那个混泥土的一个浅变 或者是它的一个干缩 或者也是刚建的一些松弛 那这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从四年起 其实开始都有做长期的一个 观测跟检查 那个呈现经过多年以后 它目前为止是去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是一些 当初呈现的时候做的一些补强 脚接点的补强 这些刚够的目前为止 我们看着状况都非常良好 想知道补强的成效 高工局分别在2000年到2005年 以及2014年到2018年 使用先进的电子仪器来进行监测 根据我们最新这一起 五年的一个监测结果 它虽然是有上上下下的一个起伏 然后它的垂直变位 已经慢慢在收敛了 就大概目前的情况大概这样 那除了有重大的一个地震灾害以外 正常的情况下它是安全无欲的 请大家要放心 橋梁和人一样 要面临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 虽然目前圆山橋呈现的情况趋于稳定 更重要的是防患未然 这座桥就是没有替代性 其实高工局也研究过 想办法要把它旁边做Cable 国外有做法再把它拉起来 但是因为下面是基隆河 下面都没有地方可以站那个桥墩 总有一天你要去处理 你这个拆掉重建的话 台北市怎么办 中山高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你总是要面对 按照现在的一个技术来讲 桥的改建并不是大的问题 那我们比较考虑的是说 如果在施工的话 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交通的影响 改建跟延寿都是选项 那我们局里面现在有做一个很周延的一个评估 那评估的结果 应该就会知道从哪一个方向去对大家就最有利 宇文山桥同一时期新建 采用相同工法的松山桥与明泉大桥 也同样面临沉县的问题 它当初的这个结构形式是 就是在中间有一个外旋角接的伸缩缝 一般伸缩缝的位置 它可能会把它做在支撑的位置 但是它这个外旋角接伸缩缝 它是在那个桥梁的中间 那里是没有支撑的 那可能是有一些 就是因为结构形式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它受到外力可能就会有一些变位 但是除了外力的变位以外 它造成这个主要的原因 应该我们去预测 它应该是属于土泥土的干缩浅变 还有一个是温度的影响 发现明泉大桥呈现 台北市政府从2013年 开始进行桥面板的观测 左右两侧的呈现量有些许差异 那现在在这个点可能变成说 有下限变位大概28或跟26公分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在行车上面是没有安全的问题 变位的曲线其实已经有在趋缓 台北市政府在2019年 委托顾问公司进行评估 顾问公司提出了两项改善建议 接下来要怎么做目前还没有定案 除了混凝土前变 老旧桥梁还面临结构老烈化 锈石和穿冲刷 与耐震能力不足等问题 921地震之后 交通部多次提升桥梁耐震规范 不符合目前规范的桥梁 必须进行补强 面对40多岁的圆山桥 高工局希望透过定期维护与耐震 补强来延长它的使用年限 最重要的是在102年 我完成一个耐震补强 那有增加到耐震的一个能力 桥梁基础有补强 然后在上半结构的时候 也有做一些补强 有做横向跟纵向一些 防震拉杆的一些补强 以交通量极大的台北市为例 300多座桥梁当中有39座不符合 目前的耐震标准 从2011年至今 持续进行耐震评估与补强 陆续完成了37座 目前只剩下 黃河南路高架桥 与建国高架桥 还在进行 桥柱钢板包覆等措施 我们做桥柱钢板包覆 可以增强它桥柱的韧性 那避免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它的桥柱会有一个破坏的现象发生 比如说你一根筷子 你这样扳 它很容易扳断 那如果你外面包一圈 它就比较不会扳断 希望这些补强的措施 可以达到我们所有的桥梁 可以小震不坏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的一个成果 完成补强之后 还必须定期检测 确保安全 这座桥蹲 我们已经做完钢板包覆了 所以已经看不到它混凝土的现况 那我们会去用听音的辨识方法 来看一下说它里面的 不说缩水凝沙降 是不是填中确实 那我们会用敲击的方式 去判断它的声音 有没有空洞或孔隙 新建的特殊桥梁 桥管单位会建置科学化的监测系统 随时掌握桥梁的变化 远山桥 与明泉大桥等桥梁 因为呈现问题 而又有机会进行监测 大部分的老旧桥梁是没有的 老旧桥梁 其实是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 但是因为这些老旧桥梁 在设计当初 就没有规划这些监测系统 然后后续要加设这些监测系统 也会耗费不少 所以这部分可能是我们必须 特别注意的地方 随着时间推移 老桥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台湾的桥梁总数 差不多是29,800多座 那在这29,800多座里头 这个桥梁大于50年以上 目前大概也差不多占到5、6%左右 那30年以上的话 也差不多占到50%左右 目前现在国大 是有2446座的一个桥 大概超过 平均大概是21年的一个桥梁 超过大概40年的桥 约大概有440座 大概占了大概有 也将近五分之一的一个数量 照顾老旧桥梁最要紧的是经费 需要的维护费用将会逐年增多 未来的部分 因为桥梁慢慢的 变成比较老旧的桥的话 它自然这些费用也会增加的 而且桥减的一些必要的 一个部分的精密度跟细致度 也可能会提升 那这些费用都会跟着提高 它的一个强度可能会略化 或者一个老化的部分 所以我们未来要面临的 可能也是一种改建 或重建的一个费用 现在的维护管理根源费用 是远远逼移 这个时候国家建设 基础建设所需要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还在继续做很多新建的工程 结果这些无谓的新建的工程效能很低 但是它又会变成子子孙孙 将来的一个负担 经费如何配置 将左右公共建设的安全性 与下一代的未来 以临近的日本为例 公共建设维护与更新的经费 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比新建工程的经费还要多 到2030年 它的预估是 所有的钱全部花在维护跟新建 就在十年后 已经没有钱去做新建 如果没有做的话 甚至它说三十年后开始 又负债等于又更不足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公共设施破旧 没有办法去做 那这整个国家其实就垮掉了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单独一座桥的问题 它是影响到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务之急是掌握老旧桥梁的状况 建立一套筛选机制 具体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分级 就是说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 来评定这个桥梁 比如说最有可能 比较有危险的 把它做一点分级 那最危险 当然可能有一些安全欲裕的 那可以考虑有一个两种做法 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可以再补墙 第二种做法 如果说补墙的 会用评估之下 它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可能就是可以考虑这个拆除重建 那所以一定是先抓重点 这些关键的公共设施 这里面不是只有桥梁隧道 还有像我们的堤房 这个还有水库 70几座水库 大部分都很好救了 还有地下的很多管线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公共基础建设 那哪些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不可替代性的 就应该都花点机会先去做体检 老化是生命终结的前奏 公共设施需要仔细检验 判断哪一些可以透过维护来延寿 哪一些不服使用必须重建 刻不容缓不能再等 明天见面 感谢观看 明天见面 去 感谢观看